首先要问候所有这次观看课程的每一位发友 尤其是孙众们 印度尼泊尔不丹的孙众们 问候大家 那么从今天开始四天 主要会讲一下跟佛教有关的内容 那这一次的课程主题是跟密教有关 但是要讲解密教它是有一个步骤 所以我们首先了解这个印度的历史文明 然后还有一般我们说基本佛教的一些道理 一些历史要了解 所以到上一堂课为止 那么主要将这个印度 废陀文明 还有接着到这个婆罗门的文明的部分呢 都解释过 那么今天开始进入到佛教 谢谢 佛陀大概是前六世纪的时候 佛教在那个时候开始 所以在前六世纪的时候 佛陀就出现了 而因为这个佛陀的一个出现 也让当时整个印度各个宗教 有很大的改变 在这个佛陀出世之前 主要当时是 继承这个奥义书的这种精神 而且当时印度的这种思想 还有各种的讨论是非常自由的 甚至还出现了这种女性的 这种辩论家 论理家 而且当时呢 非常非常多的人就是很喜欢辩论 但是呢 最后呢 因为这样子过度的一种互相的辩论 那么因为互相也都很厉害 那结果就变成了 那结果就变成了这种像诡辩者一样 这是一个情况 再一个情况是 虽然说有这么一群人 那么他们对于这种见解 那么他们对于这种见解 哲学思想上会做很多的研究探讨 但是呢 这相毕竟还是少部分的人在这么做 那么大多数的婆罗们呢 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还是这种均逆于各种的形式 这种所谓形式主义 所以呢 当时印度的社会 可以说上上下下 所有的人呢 都是还是 有点是这个 没守成规的 没守这种 这种旧有的习惯 那么就像藏语说 觉得这是祖传的东西是最好的 就像藏语里面说 像父亲的这个用过的茶碗 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最好最亲近的 所以 总之那时候就是 当时的人呢 社会弥漫着就是这种 这种没守成规的 旧习的这样一种 风气 所以其实你看最开始 我们看到 印度文明的开始的时候 人们对于 是精神上是信仰 是 这种精神的寄托 是他们非常强调的 但逐渐的 到了这个时期 他们也失去了 这种精神上的寄托 他们的信心也越来 对于 这种信心也越来越 越小 而且他们也对那些各种的形式啊 那么多的祭司啊 这种形式主义呢 他们也开始 感觉到一股厌倦了 所以大家心中呢 其实都有一个想望 或者说一种憧憬 就希望说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 活生 比较这种 有生命力的 一个新的宗教 能够出现 所以可以说 这种一种憧憬 他们就在心中 慢慢地就 生根根发芽了 所以当时的氛围是这样子 因为对于整个社会 这种没守成规的这种 这种氛围 大家是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呢 就心中其实都在想说 有一个 是否可以有一个新的宗教 他们能够去医治 不仅是这样子 更糟糕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婆罗门呢 那些婆罗门僧侣 又变得更加的这种 跋扈 因为他们可以说 掌握了宗教的大权 那就像之前说 人们都把他们当神 来看待 所以他们就开始 滥用他们的特权 这是一个情况 而且当时的这种种性制度 其实也是不很健全的 所以就是因为这种 不健全的种性制度的 这种影响下 情况之下 所以也让这些婆罗门呢 他们更加的跋扈 他们更加滥用他们的权力 因为他们权力越来越大了嘛 因为随着这种性制度的建立起来 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强大 所以结果就变成 他们对于这种守陀罗 就是建民 对于守陀罗的这种压制 是更加的手段 是更加的残忍 所以当时很多人就开始改观了 对婆罗门 就觉得这些婆罗门呢 反而是这种叫 这个不学无术 就是也没有学问 也没有能力 而且呢 是非常贪得无厌的 的人 所以一提到婆罗门的时候 就联想到的 反而是这样子的人了 这里这里 这里刚刚有谈到 种性里面最低的守陀罗呢 他们呢 就像当时的情况 是社会上最没有地位的这么一群人 但是呢 反而在那个时候 婆罗门变得大家不太信仰了 反而是守陀罗这个族性的人呢 这个种姓的人呢 他们在 这种对于当时印度文明的 这种开展上 他们反而做出了蛮多的贡献 在对当时的社会的这种 像生产力上啊 他们的发展上也做了很多的贡献 所以守陀罗反而成为了 当时社会组成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种族 但是还是讲回来 守陀罗他们在宗教上 还有在社会的地位上 法律的地位上 还是和以前一样 他们是 非常的压迫的 被各种这些 残忍的这些制度 所压迫着 所以由于当时社会环境 是这么的不平等 所以这个时候 佛陀 我们说他是一个 充满着慈悲为怀的一个人 充满了慈悲的 这个佛陀呢 他其实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种不平等的现象 像守陀罗受到那样子的 残忍的压迫 然后又看到 婆罗们是那么样的 这种 巴护 满用他们的特权 所以他其实内心深处 是受到了很大的一种触动 而且佛陀 他那时候也博览了 这个所有 这些当时不同教派的 这些经典 他也内心中 就在想说 这些 这些内容 这些宗教 真的对人们是有帮助的吗 所以总之 那时候佛陀就告诉 世人说 不管你的 种姓是什么 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是婆罗们也好 是守陀罗也好 你都可以 这种 透过 这种 修行 或者说 清净自心的这种方式 自尽的方式 来获得解脱 所以等于说是 佛陀 他开启了一个大门 就是欢迎 所有 平等欢迎 所有的人 所有的众生 都可以修行 都可以修行 尤其佛陀当时 宣扬的这种 慈悲 又刚好 跟当时的人们的 期望 可以说是 一拍即合 所以这时候 就越来越多的人呢 就开始跟随佛陀 那么就进入到 这个佛门 尤其是那些 废舍 还有守陀罗 这个种姓的人们呢 特别特别喜欢佛教 而且当时又有很多的 差地利 就是这些王族呢 也皈依了佛教 更对于佛教来说 是一种 这种极大的一个祝缘 有点像 就是说 如虎天一般的 因为差地利的 拥护之下 佛教 就如虎天一般的 这种发展 所以呢 不出 才没过几个世纪 佛教就成为了 可以说 当时世界里面 最大的一个宗教了 所以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佛教 当时兴起的一个背景 是什么 的确 那时候 为什么 佛教在那样的情况 能够发扬起来 它符合了 当时的人们的 什么样的想望 这个是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一些背景 历史 接下来简单地 介绍一下 佛陀 那么在介绍 之前先给 各位看一下 一个投影 所以首先呢 想大家先看一下 就是要问到 佛陀 他是 他姓什么呢 他的家族 就是释迦族 然后呢 他也叫做 就是乔达摩 就是乔达摩 是他的这个 姓氏 也叫做 可以说是 最好的这个牛 就这样的意思 所以也叫做 乔达摩 的意思 那么他的名字 是什么呢 就叫做 西达多 那他的父亲 叫敬范王 然后母亲是 这个 耶稣陀罗 然后他的养母呢 就是 摩赫 波水波提 或者叫大爱道 比丘尼 大爱道 然后他诞生的地方 是兰皮尼园 然后他住的地方 就是 加皮罗魏城 或者加皮罗城 所以呢 这些 一些相关的名称 现在这里 先给各位看一下 这些名称 在我们进入到 等一下要讲解 佛陀 简单的略转的时候 会有一些帮助 所以呢 这里我们就会讲到 创立佛教的 这个教主 或者说创始者 就是佛陀 所以这样一个名称 佛陀 其实在印度的思想界 也是公认这样一个名称的 而且呢 其他的宗教的人们 也会称 这个追随佛教的人 就是佛教徒 就是称为叫佛教徒 藏文就是桑结巴 然后但是在佛教 就是我们自己 佛教徒之间 这一次 藏文里面 藏传佛教徒之间 会在桑结巴 就是佛教徒之前 还会再加上一个 囊巴 这样的词 就是指内者 就是我们是内道徒 相对于外道的 这些修词 我们是内道佛教徒 会有这样一个 囊巴 桑结巴的用词 所以接下来 课程中 我会交换使用 这两个词 有时候是叫桑结巴 就是佛教徒 那有时候也是 用囊巴 这样的词 就内者 像内道者 但总之 这两者都是指 佛教徒的意思 那么虽然佛陀 这个词 名词已经变成 佛教的 一种专用语 但其实它本来 是一个很普遍 很普通的名词 而是其他宗教 也在用的 譬如说 像是 奇纳教 他也用 这个佛陀 这个词的 譬如说 他们就有 在他们的传承里面 有45个 圣仙 这种仙人 里面呢 他们就有一句话说呢 这些圣仙呢 他们都是佛陀 全都是佛陀 而且他们不再来到 此事中 有这样的形容 当然另外还有 讲到佛陀 还有一些名词 像是叫大雄 到世尊 巴高万 然后还有叫 阿罗汉 这些用词呢 这些用词呢 在佛教徒 或者奇纳教里面 其实都会使用的 但是呢 但是呢 奇纳教呢 他们在很多地方哦 他们的文献里面 或者语言上 都会称他们的 这个教主 称呼叫做大雄 有时候会把 那个大雄 这样一个词 也会称为叫圣者 所以 所以 所以因为呢 他们常常会这样子 用圣者这个名称 就是 就是 Jane 就是圣者的意思 吉纳 奇纳的意思 奇纳就是 胜利者的意思 所以因为他们不断会 称呼他们的 这个教主 叫大雄 有时候称为叫 吉纳 圣者 所以他就变成叫做 奇纳教了 那么虽然说 佛教当中 我们也会用到 圣者这个词 圣利者 比如说 大乘佛教 尤其特别用到这个词 但是 佛教里面 还是呢 比较常用是 佛教徒 就是桑接吧 不会称叫做 圣者 圣利者 那么 讲到佛陀的时候 佛的时候 的确佛教里面 有这种 三世诸佛的概念 所以会有很多很多尊佛 有这样的概念的 但是 当我们在说 佛陀这个词的时候呢 大多是 对于 这个 佛陀 佛教的创立者 也就是 世尊 对他的尊称叫佛陀 所以有点像 这个佛陀呢 可以说是 世尊 他的专有名词了 那为什么这里特别是 佛陀我们也叫 释迦摩尼 或者说 世尊呢 主要有这个 世字 或者释迦摩尼呢 是因为 首先就是 他是 释迦族的 世尊就代表 他释迦族就是 释迦族 他的出生 族姓是 这一个 那西方 西方像很多时候 称佛都有时候就叫 Gotham Buddha Gotham就是他 乔达摩 因为他的 佛陀的姓 是什么 就是 Gothama 就是乔达摩 但是像 南传 或北传 或者说 藏传 佛教里面 还是 称这个 佛陀是 这个叫做 世尊 或者说 就是 释迦摩尼 会这样称他 那么 所以这个释迦族呢 那他是 怎么样 在哪里的一个部族呢 我们可能先看一下 这个投影 这个地图 所以 释迦族呢 他是住在 这个 尼泊尔跟印度 这个附近的一个 小的一个部族 那他们的 都城 就是叫做 加皮罗位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 我现在 有标 画起来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 为什么 他们叫做 释迦族 这个德明 还有他的臣 为什么叫加皮罗位城呢 那么 在 由 这个一位 印度著名的诗人 尤其也是 佛教大师 叫马明 就是马明菩萨 他做了一部 诗 他叫做 孙陀利南陀诗 这里面就 记载到 就是说 释迦族呢 是 甘蔗王的 这个后裔 所以 当时呢 他们的祖先里面 当时有一个王 那大概是被这个 臣子挑拨离间之后 这个王呢 就把他的 很多释迦族 这些王子 孩子 就赶到森林里面去 然后呢 这些孩子到这个森林当中 去常驻着修行这样子 那这个森林 因为有很多树哦 这个树的名字 叫释迦 我现在还没有查到 这种树 是怎么样一个树 叫释迦族 是释迦树 我还没查到 但因为呢 后来他们 这些 这个族的人 他们就在 充满了 释迦树的 这样的林中 住了很久 所以他们就 得到名称叫释迦族 再来他们的 都城 为什么叫做 加皮罗位城呢 因为当时呢 有一个就叫 加皮罗的先人 就住在这里 那么这里 加皮罗还记得 就是我们之前谈到 树论派的 创立的祖师 也叫做加皮罗 所以应该是 可能是同一个人 所以总之 当时的释迦族人 就追随的是 这样一个先人 所以当这个先人 过世 离开之后 他们就把这个地方 命名为 就是 加皮罗 这个城 加皮罗城 那么当时 统治这个 这个加皮罗 加皮罗城的人 就是 晋泛王 他也就是 佛陀的父亲 那么 在加皮罗位城 旁边 附近呢 就有一个城 叫做 居立城 那 居立城的那个城主 是谁 叫做 善绝长者 那么他们是 互相 这两个国家 这两个王之间 也是互相联姻 互为联盟的 一般来说 当时 这个加皮罗的 这个王的 这个 的方式 并 是这个选出来的 这是轮流选出来的 而不是世袭的 总之 就是说 当时的这个 总之 这样 就可以说 这个加皮罗城呢 这个国家 虽然是一种 在自治的状态 但他们并不是 完全独立的 一个国家 因为呢 他们还是附属在 这个 Kosara 就是乔萨罗国 下面 所以刚刚的意思是说 这个 Kosara在哪里 方这里有画出来 他们因为 非常的强大 所以呢 他们其实都是 他算是 乔萨罗国的 成属国 而这些成属国之间的 国王是 会会轮流的 会会轮着说 谁当这个国王 会被选派 是这个意思 所以虽然是自治 但他没有完全独立的 这个自主权 所以这个 那但是呢 在加萨罗国里面呢 可以说 释迦族 释迦族的这个 加皮罗维城是 很强大的 那么 这个强国 加萨罗国的国王 是叫做 波斯逆王 那么他统治的那个城 叫做 社卫城 这个 波斯逆王 他是非常有能力的 一位国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 加萨罗国 他统治的这个 领土 是最广阔的 可以说 整个释迦族 都 都被 这个 加萨罗国 可以说 包围着了 那么在加萨罗国 南方 还有一个很强的国家 如果大家看一下 我标出来 叫做 马嘎达 就是摩羯陀国 当时的摩羯陀国的国王 就是 平婆 平婆 苏罗王 那当时 他的都城呢 就是 被他统治的那个城 叫做 王社城 再来在王社城的东方 又有叫做 央厥阁国 然后当时 他们有一个城 就叫做 就叫做 央厥城 或者也有翻译叫 沾波 沾波国 沾波城 这样子 那这是简略讲一下 当时这些国家 但接着我想谈一下 佛陀他的 种姓 这是他家族 他的血统 那么首先 我们说 种姓上 佛陀的种姓 一般 谈到种姓 印度有四种种姓 那么 佛陀的种姓 有可能呢 是属于 差地理 那这里只是 有可能 并没有非常的 确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 释迦族 里面 他并没有 这种 四种种姓的区分 而且呢 这个释迦族 主要是从事 农业 而且主要是 种这个稻米的 所以呢 也不能说 他们是 差地理 这种所谓的 王族 武士族 因为 差地理 祢族 他们是 不会去种田的 所以呢 如果问说 到底释迦族 是不是属于 雅利安族呢 也很难说 甚至呢 你也没办法 确定说 他们是不是 到底是这个 雅西亚 雅西亚系的 这个民族 所以呢 现在很多学者 对于到底 释迦族的 这个 它的种姓啊 传承是什么 都有不同的说法 很复杂 然而统一的一个说法 我们之前讲过 那么 释迦族呢 他是这个叫 甘蔗王的 这样一个后裔 那之前也谈到过 印度有所谓的 太阳王朝 月亮王朝嘛 那这个 释迦族 甘蔗王的后裔 他就是属于什么呢 太阳王朝 也叫做日种 所以呢 当时一说 他是属于这个日种 或者说叫做 太阳王朝的 这种后裔的时候 都受到 这种世人的 一个景仰 那么 对于这个释迦族的 它的这种 族系 或者这种族谱 我那个说法也是非常的复杂的 都没有一致的看法 但是呢 我们这里按照 这个本型集经 所以中文是叫 本型集经 我们参考是中文的 这个一本 因为在 藏文里面也有 类似这个名称的一本经 但到底跟中文一不一样 是我没比对过 所以 这里主要用 这个本型集经 里面说的 为依据来说一下 然后在这个本型集经 里面可能有一些 没说清楚的地方呢 在 不足的地方 大概是 这个 19世纪的人 那么 这样一个学者 叫做 李斯·戴维斯 依照 用他的一些 这个 意见呢 来补足 我 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叫做狮子夹王 这个狮子夹王就有四个儿子跟一个女儿 第一个就是靖范王 他就是佛陀的父亲 那么靖范王他有两个儿子 长子就是西达多 那么就是佛陀 那佛陀还有一个弟弟就是叫南陀 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然后再来呢 还有靖范王的弟弟就叫白范王 他又有两个儿子后来也出家了 然后再来胡范王呢 他又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阿难 一个叫做提婆达多 但是呢这里讲到这个提婆的时候 有两个情况 两个提婆 一个是佛陀的弟子 另外一个就是常常会跟佛陀造反的那个提婆 那么南传佛教认为的提婆呢 其实是就是居立城的那个提婆 那么居立里面的那个提婆呢 其实是佛陀的太太的哥哥 那么但这是南传佛教的说法 所以提婆不是这里的提婆 是指那个提婆 但是北传佛教却认为说提婆呢 主要是指的是这个胡范王的 这里的这个提婆 但这个提婆呢 是胡范王的儿子 还是是其他白范王的王子 或甘露范王的儿子 也有不同的说法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女儿就叫做甘露 甘露卫女 或者叫甘露女 打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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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有一点点复杂 那么这里先休息一下 等下回来再跟各位说 好 先休息一下 那么好 接下来讲一下释迦的族谱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可能比较清楚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首先是 最右边那一排算是同辈 就是佛陀的同辈 他的堂兄弟们的名称 然后到了中间就是他的父辈 父亲辈 像是晋饭王 叔叔 白饭王等等 然后再来到了他的祖父辈 就是佛陀希达多的这个祖父 就是叫做狮子夹王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叫做圣君王呢 就是他的真祖父叫做圣君王 那么圣君王当时就是这个 扎皮罗魏的王 然后他就有两个孩子 一个就是狮子夹王 狮子夹王 一个就是华瑟女 当然华瑟女也后来就是跟 就是就有这样的兄妹 那那个妹妹叫华瑟女 那么华瑟女呢 后来这个名称就是叫耶稣陀罗 就是华瑟女 后来佛陀的太太也叫华瑟女 就是也是耶稣陀罗 但是是两个不同的人同名这样子 那么总之呢 这个狮子夹王呢 他就有五个孩子 那么四个男生一个女生 其中的他的长子就是晋饭王 就是他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希达多 然后 再来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就是叫做南陀 再来这里有一个耶稣陀罗 就是这个华瑟女 就是狮子夹王的妹妹 这个耶稣陀罗呢 就是华瑟女呢 在刚刚我没有谈到 有这个家瓶 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城呢 就是叫做居立城 或者叫做罗摩国 那么 那么 那么总之呢 这个耶稣陀罗呢 他后来就 总之这个耶稣陀罗呢 他后来生了两个女儿 一个就是摩耶夫人 一个就是摩赫波舍波提 那么就是摩耶夫人 跟摩赫波舍波提 就是这个佛陀的妈妈 一个是他的养母 一个是他的母亲 那所以这个 总之呢 这个狮子夹王的妹妹 就是华瑟女呢 耶稣陀罗 他就嫁到了 对面那个居立国 就结婚 就生出了这两个 两个女儿 那这两个女儿 后来就嫁给了 净犯王 就成为了佛陀的 一个母亲跟养母 这样子 而这时候 净犯王的那个妹妹呢 就叫甘露女 他又嫁给了 就是这个叫做 善绝长者 就是刚刚的那个善绝王 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善绝王呢 他的太太 就是甘露女 就可以说是佛陀的 这个 就是爸爸的妹妹 总之呢 他们就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呢 就叫做刚刚的提婆 那么再来一个就是 妹妹 就叫做耶稣陀罗 所以这个耶稣陀罗 后来又嫁给 成为佛陀的 呃太太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是一种说法 再一种说法说 摩耶还有大哀道 他们两个就刚刚谈到 是善觉长者的女儿 然后另外是说 在依照本心基金里面 会认为说 这个佛陀的太太 就是华瑟女 就是耶稣陀罗 不是善觉长者生的女儿 而是有另外一个叫 一个大臣 叫赫纳摩所生的女儿 总之有不同的观点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这里要记得的 就是有点复杂 但记得就是 他的爸爸是谁 那佛陀的爸爸 就叫晋范王 然后呢 他是当时的 整个这个世家族的 可以说是首长 长老 然后再来要记得 就是佛陀的母亲 叫摩耶妇人 这是他的母亲 但是呢 摩耶妇人 在就是诞生 希达多之后呢 七天就过世了 那么当然那时候 很多人说 为什么 后来有人说 为什么他会往生 但这里举一个例子 有不同的说法 其中一种说法是 他是有原因的 因为如果摩耶妇人 继续活着的话 因为佛陀后来 不是就舍弃 他的家庭王位 那么离开家去求道 但如果佛陀的母亲 还活着的话 那么他的母亲 会难过到整个心碎 所以因此 他就很早 他大概就知道 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就 就先离世了 当然这是之后的一个说法 但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是什么呢 希达多 他出生的时候 那时候 静犯王 年纪已经很大了 这种摩耶妇人 年纪也很大了 所以当时的社会 如果年纪很大了 再生孩子 那是比较危险的 就像现在来说 都是这样子 如果年纪 到了一个年纪 再生小孩也是会危险 在那个时候 更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相信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几天之后就过世了 然而这就是我的 我个人的这个见解 没有不是说 在什么的经典中 看到这样的解释 所以总之呢 他的母亲摩耶妇人 在希达多出生 七天之后就去世了 之后呢 就由他的这个 我们叫姨母 也就是大爱道 母后波舍波提呢 就成为他的继母 同时呢 另外还有他的一个 希达多的弟弟 这叫南陀 那这是 刚刚有提到过了 他是同父 一母的弟弟 那刚刚那个头 你看过 接着是到这里 那这是首先 佛陀入胎 就入胎的时候呢 摩耶妇人就梦到了 一个白相 然后进入到他的身体 梦中又这样梦到 那么 当时呢 摩耶妇人 就是因为快要生产了 所以他就想说 要回到他的这个家乡 也就是天贝城 所以途中呢 就会经过这个兰皮尼园 所以就在经过这个兰皮尼园 还没有回到他的家乡 天贝城 就刚刚说 那个居立城之前 就在兰皮尼 诞生了师尊 一种说就是 从他的右斜这里 诞生 生出了佛陀 我想这可能跟四种种境 传统的说法 就是佛罗门 是从这个梵天这里 梵穴那里出生 然后再来 这个一种种姓 是从这所谓的右斜 右肩这里出生 那所以或许 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 这是一个王族的一个 这是一个王族的 一种尊贵的说法 所以说佛陀 他是从右斜出生 不然真的一个baby 从妈妈的右斜出生 那是蛮奇怪 蛮恐怖的 所以应该是一种 尊敬的象征 所以总之 兰皮尼园这个地方 是佛陀的诞生地 那后来呢 阿玉王 他去这里朝圣的时候 去很多圣地朝圣的时候 那么就建立这个石塔 石柱 那么在玄奘大师 当时 也去印度的时候 也看到过这些遗迹 之后在这个 1896年的时候 考古学家 也在这里发现了石柱 也就是发现了 这个阿玉王的石柱 然后他们解读了 那个碑文 发现确定 这里就是佛陀的诞生地 所以现在这里就称为叫 Ramindai 就是兰皮尼 这样的意思 这不晓是 你不耳化吗 还是是巴黎文 就是有一个拼音 那么总之佛陀 他诞生后不久 他就得到一个名字 就命名为叫做西达多 藏文就是敦柱 敦柱 这是因为在他诞生那个时候 就出生了很多的珍宝 然后同时又 王室又出生了一个孩子 所以总之就有象征这种意思 就是一切都圆满 都成就都达成了 那这里当然有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佛陀的出生年代 他的时间是怎么样的 这里跟别说是哪一天 什么时间出生的 哪一年出生都已经有很多的 都有太多不同的说法 而且都难有定论 所以很难这里说清楚 所以之后有时间的话 可能在一整天 可能要花一整堂课 再说清楚 才能说清楚 各种不同的说法 就是世尊 他的出生的年代 所以今天就不多说 那么另外 那么在第六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北印度的僧人 叫做 Jana Gupta Jana Gupta 也就是舍那绝多 那么他呢 这位僧人呢 翻译了一部经典到中文 就是本行吉经 就是刚刚我们有影剧的这个经典 那在这里面就有 那这是很早期很早期的 第六世纪的一部典集 所以我们会依据他来讲 这里就提到说 就记载佛陀 小时候的生活 在他八岁之前呢 是总是很开心的 到处去游玩 然后 那个八岁之前呢 都没有可以要学习什么 就是到处的自由的嬉戏 然后八岁之后 他就开始学习了 那么他比如说 要学这种写字啊 同时也要学习很多的武艺 这个忘了 那么讲回刚刚就说 佛陀八岁之后 就会要开始学很多的 要学各种的武艺 然后到了十二岁的时候 到了十二岁就已经学的 就变得非常厉害了 总之呢 前面有提到 就是佛陀出生时候 那么传统上 都会有这种看相的 一个传统 所以一个小孩子出生之后 他们会请这样子的人呢 来看相 所以他们就请了这样子一个 一个人来帮他看相 他们就说 未来你这个孩子 未来可能会成为转轮胜王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在当时来讲 是你可以统领 全印度的这样一个王 但也有可能 你这个小孩子 他会出家 他会是成为一个 这样一个圣者 证悟的一个圣者 那么他父亲 听了之后 心中就想 那当然是希望 我的孩子成为这个转轮胜王 太好 这个语言说得好 但如果是成为第二个的话 那就惨了 因为那时候就这一个孩子 如果他决定说 不当王了 他要出去求道的话 那可惨了 所以西达多一出生的时候 因为这样的看相语言 就让他的父亲敬犯王 是一则喜一则忧 这样子 那这是刚刚忘了说了这一段 有那样一个头语 所以这里就谈到回到 这时候 西达多到他12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武艺上 各方面都非常的厉害 那么有一次 他们在一个陵园当中 就是刚本心几经里面 有这样一个记载 那在佛徒12岁前后 他在一个陵中呢 跟500多个这些小孩子 一起在玩 那么当时呢 就有一些这些燕群 总之呢 就一群这个燕呢 就飞过这个天空 当时呢 就500个孩子里面呢 也有这个提波达多也在 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麻烦 还没有成为一个大麻烦 所以总之呢 这个提波达多呢 一看啊 燕子要飞过去了 他就想 我赶快要这个 献一下自己的武艺哦 让其他小孩子看 所以呢 他就完工就要射箭 然后就把一只燕子射下来了 那结果这只燕子呢 掉到了哪里呢 就掉到了 西达多的 他在的那个陵园附近 所以这时候呢 就是西达多见到这个 啊 燕子怎么受伤了 掉到地上了 他就赶快把 用两手把它扶起来 然后把剑拔出来 然后去照顾它 然后甚至用这个蜜哦 去涂在这个燕子的伤口上 然后这时候提波达多呢 他就赶快派人呢 去找这个燕子啊 就到这个太子 就是西达多身边说 哎我射了燕子 你赶快交过来 这时候西达多就 跟那个使者说 如果燕子死了的话 那我当然会给你 如果他没死呢 那你是永远得不到他 我会留着的 所以这时候呢 试着去跟提波达多说了嘛 提波达多再要试着去说 不管这个他死活 你都要给我 他说就是 我很厉害 我把他设下来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给我 这是西达多怎么回答呢 他就说 我过去呢 都已经发了菩提心哦 我要照顾 射受一切的众生 所以这时候 这时候燕子 这个射下来的燕子 我当然要保护它 所以就吵起来了 总之呢 就西达多跟太子呢 就吵起来了 所以这时候 最后只好是 这些世家的族当中的 一些长老长辈们 就聚集在一起开会 来做一些判决 到底该怎么办了 有这样一段故事 所以最后这里有提到 故事结尾有提到说 这个就是提波达多 跟这个西达多 最开始结怨的这个因缘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 结下两则 所以提波达多就气到 他就等着看 我这辈子就要找你麻烦 那另外呢 一个故事是提到呢 也是西达多小时候 那时候他会跟着他父亲 就是晋饭王呢 常常到这个田里面啊 去看 看这些农民 因为这个世家族就是 他主要是务农的嘛 所以呢 他的父亲也会带着他 常常去想视察这样子 所以他在那时候 跟着父亲一路上去看啊 就看到 比如说动物之间 会有那种 弱肉强食的情况 同时也看到了 这些农民们啊 就是弯着腰啊 在那边种田 那个非常的辛苦 他对于看到这些景象呢 那么 就感到非常的伤感 所以据说很多时候 他这时候他就会远离人群 然后在一个树下 就禅坐 所以 希达多呢 你看他从小就很喜欢禅修 尤其跟着父亲到外面 去看到这些 众生的这种苦难 他就常常喜欢去禅修 而据这里记载说 他在树下禅坐 就进入到了出禅 达到出禅的这样子的境界 所以这周经典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之后呢 希达多呢 在十九岁的时候 希达多呢 在十九岁的时候 那么 就是他就迎娶了这个耶稣陀罗 就是他就迎娶了这个耶稣陀罗 希达多呢 就展现了他的这个武艺 他的这个功夫 因为他从小就这个武艺高强嘛 所以 他就特别要展现他的这个武艺 结果 就真的是让所有的人看到都这个惊叹不已 那么 但是对于这一段记载 这一段历史故事就是 希达多展现他这个高超武艺这一段 一些人会认为说 就是对于说 他到底是在婚前 还是在婚后 展现有这么一段历史 展现武艺这个历史 这一段故事 是在他的婚前还是婚后 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南北传两派说 佛教两派说法是不一样的 那北方 那北传佛教认为呢 是在婚前 那么 有这样子有这样子展现武艺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要选序 所以总之南北传说的方式不一样 但无论如何你会看到这里摊到武艺哦 那因为就属于他们是属于王族嘛 所以当时跟现在不一样 不是可以很远距离的这个就射击 或者很远距离的这个就战争 以前跟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所以以前的话呢 是很注重真的这种武功啊 功夫武艺 所以他们是王族 特别重视武艺 那尤其释迦族 尤其释迦族的武艺当中 特殊就是射箭的这种技术 所以这也是当时是全印度是出名 一谈到释迦族就知道 他们的射击技术是最厉害的 那么接着就是希达多在他结婚之后 十年之后哦 他就决定了要离开这一切 离开王城 他就决定要去修行了 去求道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常常很出名的福教会说 叫做四门出游或者四门游关 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那这个故事就是说 当时呢 希达多他出游的时候 在这个皇宫的四个城门呢 就分别遇到了老人 病人 还有一个死人 再来遇到了一个圣者 所以因为他看到了这样子 人生的不同的情况 人生百态 他就知道说 他人生真的是无常 就很深的 对于这种想要出离的心 就升起了 所以就决定出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他蛮年轻的时候 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所以可以说 他是在蛮年轻的时候 他就 可以说 这个 违逆了这个父母的 对他的期待 那当然他的母亲已经不在了 就是总之 他违逆了他长辈的意思 让他要当 接这个王位 他也不接 然后 他就舍弃 而且还舍弃他的妻儿 就决定出家 那依据这个 这些故事 传说 他是在 夜半的时候 大概是 凌晨一两点吧 他就乘着他的马 叫做 监制 这样的一个马 然后呢 他有一个逝者 就叫做 车逆 就逝者陪着他 骑着这个 叫监制的这个马呢 他们就出城了 那么对于 他 出城了 去求道了 这样 或者说叫 出家的年纪 也有不同的说法 一般有三种说法 那一般来说是 说他29岁 但另外两种 一个是说 他19岁出家 再来说 他31岁出家 有这三种说法 总之呢 他很年轻的时候 这里一般说 29岁的这一年 他就决定说 要离开 这个 皇宫 出家去 所以呢 这里 他是可以说 是逃走的 这是偷偷地 离开的 总之呢 当时佛陀的 这样的一个 可以说 逃离这个皇宫的行为 也成为了后来 很多的 这种 当时求道者的 这种人呢 他们都去学习 去仿效 当然不见得 每个人真的 内心都跟佛陀 是一眼 希达多一样 那么有心 是要求道或处理 但就是一股 流行了 大家都 他这样子做 我也要跟着做 就变成是 真香的这样子 去仿效了 所以 总之那时候 离开之后 希达多就 出家了 就 所谓出家呢 就是替法 然后要 着这种 僧衣 然后就成为了 当时 印度的 这种 很流行的 叫游行者 还记得 当时的 普伦们有四个时期 吗 人生的 也就是从 这个 所谓的 总之呢 就经历四个时期 那最后一个 就是所谓的 游行期 所以 佛陀他这时候 就进入了 他的游行期 这样子 成为一个游行者 那么隔天 当然他的 敬犯王父亲 就知道 他不在了 赶快就派遣 使者去 要招他回来 但结果呢 他当然回聚了 这个 他父亲的 这个使者 那么 他就继续的 还是 一心求道 所以 他首先到了哪里呢 他就一个人 就到了 摩羯陀 为什么要到 摩羯陀呢 因为在那边 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种 所谓的宗教家 修行的人在那里 就他一个人 总之就 前往这个摩羯陀 那当时 那当时摩羯陀的 这个 都城 就是王赦城 所以 他就在城中 去 启石 那这时候就被 这个 平婆索罗王看到了 所以 这个 王呢 就跟这个 施大陀就说 你呢 要不就留在这里吧 你就别 继续什么求道 你就放弃吧 但这个 施大陀也是婉拒了他 应该是平婆娑罗王 对 总之呢 佛陀也 就是施大陀也婉拒他了 所以接着呢 他就到哪里去呢 在当时摩基陀 有非常出名的 两个修行者 一个呢 就叫做 阿罗罗加罗摩 那这个 阿罗罗呢 他叫阿拉拉 他的产定 这个产定是非常好的 就是 他达到了 就是佛教里面所提到的 叫做无所有触定的 这种产定力 所以他也教导师尊 就是希达多 这个无所有触定的 这种禅定修制的法门 但是呢 希达多 还是无法满足 所以这时候 他又去找另外一位老师 那另外这个老师叫做 玉陀加罗摩子 所以这时候他就跟随了这个玉陀加了 那这个玉陀加呢 他的产定更深一层 因为之前那一位只是达到无所有触定 但是这个玉陀加呢 他达到了这个非常非常触定的产定 就是四五色定里面的最后一个了 最高深的了 所以 达到这种禅定的时候 心呢会非常的激进 而且会感觉呢 跟这种不动的真理 跟这种是合而为一一样的 当然不确定 是不是真的完全达到这种合一一位 但是感受上是 达到这样的一种新的瓶颈 但是呢 希达多就发现 是的 你禅定定中可以达到这样子的 跟真理合而为一的 这种完全激进的感觉 但是 只要一从禅定出来 他的心呢 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 又被各种生活中的这种 各种的事情影响 心还是没有办法激进 所以他觉得 他了悟到 是的 禅定可以帮助你的心 得到平静 一种激进 但是 他没有办法帮助你 得到了悟 开悟 得到真理 所以他觉得 真正 禅定 应该是要具备智慧去得到的 不就是一种心上的锻炼 得到一种激进而已 所以他又决定离开 这位老师 那么 寻求真正的解脱去了 那 你可以想象那时候已经是 那里面最厉害的禅修者了 他都不满足 那他还能到哪里去呢 结果 原来他就选择到森林里面去 然后他一个人 独自休息 那他到那时候就到了摩羯陀国的 旁边的一个河边 就是尼连禅河 他就到尼连禅河旁 有的一个村子里 然后这个村里 他就是在一个林中的一个村子 他就在这里面 他觉得这里适合修行 就在这里苦行 所以那就是所谓的苦行林 就在那里 他当时的苦行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那这是 这是当时的很多的那些修行者 会做的苦行 就我们现在称为叫外道的修行 举个例子来说吧 一个方式就是说 苦行就是要 使呼吸停止 然后精神集中 这样一种颤定 什么叫呼吸停止哦 因为平常呼吸不就是从鼻子 或者从你的口 呼吸 但是他的这个修持呢 是要停止这样的呼吸 那么这有一点点像密城里面会提到的一种 这种 命力的一种修持 生命的命力量 命力的一个修持 但总之这里谈到的 他提到说 这个气息不从你的鼻子跟口 去呼吸 那么从哪里呢 从耳朵 那我自己当然是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这里的苦行一种 就是停止口鼻的呼吸 而从耳朵做呼吸 然后到最后 甚至连耳朵的呼吸 也要停止 那那可是非常的辛苦了 人不呼吸 这个怎么活下来呢 所以你看 他那时候 就是这样的苦行 他真的这样去练 而且非常非常的努力 而且他不只是身体上 这样子的努力 而且他的心也要保持一个正念 不然你看 有的时候 我们身体很痛苦的时候 你心根本不知道跑哪去了 什么要心静下来不可能嘛 但是你看到他 这么的就是呼吸停止 这么的不舒服的状态之下 他还可以让心保持一种集中 所以叫精神集中 保持这样的正念 所以心呢 不被他的身体的苦 所影响 还能安住 但是为了这样子的禅修 据说 希腊多有几次都临近死亡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不吃东西 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慢慢的不吃 然后到最后是完全的一个断食 所以由于 他长时间的这个断食 身体都 样子都变了 他的四肢也变得很瘦 然后皮肤的那个皮都松松弛了 然后头发都掉了 然后身体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之后我们也会谈到 就是这个 就是牧羊女 就是有供养佛陀 有供养佛陀 这个牛乳吧 还是这个 就是吃的东西 但那个经典里面就记载说 牧羊女他供养了谁呢 他们会形容说 供养的 那个人就是 树神 他们会称他为树神 为什么 因为当时你可以看到 这次是一个样子 他已经受成像树枝树甘养的这样子 所以一般来说 你看如果一个人这么的辛苦哦 身体上 精神上都这么的痛苦的时候 那么很自然的应该会想要退转 像生前都这种念头告诉自己说 我应该回去了吧 别再这么下去了 甚至呢 可能会生起一个念头 再这样下去 真的会得到解脱吗 而且你可以想象 当时佛陀是在这样一个 什么人都没有的 然后甚至蛮恐怖的 这样一个森林里 然后甚至是这种所谓的鸟兽都会横行的这样一种森林里 在这样一个地方修行 那任何人应该都会害怕的 所以经典里面就记载 就是说这些妄念 这些恐惧 它就变成像什么呢 化身为魔王波寻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象征哦 不然我们听到魔王 就会觉得哇 它也可能是长得很恐怖 有獠牙呀 有什么 但其实你会看到 经典里面形容的这个魔王波寻哦 就是那时候来考验佛陀的 并不是所谓的形象上那么恐怖的样子 它其实指的就是 它的内心里面各种这些妄念 所以总之呢 虽然佛陀他在这么样的 大概七年之间吧 这么样的有这么多的妄念 就是所谓的魔王波寻 去纠缠着他 去想要影响他 想要去动摇这个世尊 就是他的妄念想要去动摇他 不要继续这样下去吧 但结果呢 七年当中 这个魔王都动不了他 都无法趁虚而入 所以总之呢 你看到 希达多太子 他就是一个人 这样子去辛苦的 受苦 去修持 不就是身体上的苦哦 更重要的是精神上 他能够保持一个正念 一种觉知 所以啊 为什么要苦行 就是为了要 这个叫疗悟嘛 所以重点是 你一部分身体的苦 你要能够领受得下来 一部分你的心 也要能够把握住 这种正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很不容易的 你可以想象 一般人 是很难做到的 然而 在这么样的辛苦 努力之下 你看这么样的 身体上的 生理上的痛苦 或者心念上 还要把握住 总之他这么努力之下 还是没有办法 真正得到了悟 得到这种 殊胜的见解 了悟 所以最后 它是怎么得到的 到底怎么了悟的呢 这个明天我们再讲了 好的 接着我们就客送